在我們那個時候從膠卷轉DV的過程中 攝影機還是很大台 是一個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 可是因為iPhone的出現它發生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一直開始研究 可是4S那時候因為剛開始 所以沒有太多周邊的鏡頭 輔助器材或APP在支援 所以就一路研究研究研究 研究到了去年 到去年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切都已經齊全了 那我一直很喜歡用非正規器材 去拍攝正規的影片 從我在廣告MV的部分 就一直是這樣的嘗試了 那iPhone這麼扁的一個身體 它顯然可能可以帶來一些新的敘事 所以我就在想說 怎麼樣可以用iPhone這個東西 讓它不是只是噱頭 而是可以帶來一些真的敘事的新可能 那如果我們做得成功的話 可能就可以為台灣電影帶來一些新的動力吧 所以我在裡面就是擺把東西擺整齊 我覺得我比較明顯的感覺到是少了很多的工作人員 在我自己的我的視角範圍內 因為沒有人舉蹦 可能有 我沒看到 有啦 有啦 有是不是 因為太早 但是我不會看到那麼大台的機器 然後甚至連 我只有聽到導演的聲音 導演可能講說 心影你往右邊站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然後完全看不到機器也看不到人 所以就很像是你真的在那個狀態裡面 而不是在演戲 然後呢 對 我其實蠻同意心影的說法 就是你會真的因為攝影機變很小一台 所以更投入那個情節裡面 那因為這個電影關於強迫症 所以導演也常常擺了一些很強迫症的境位 所以整個電影可能會讓大家看了有一種 導演想要表現的壓迫感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iPhone的特性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管是對影像或是對表演都有加分的作用 好 謝謝柏宏 那請教少懷 因為那天開車停車開車停車 開車停車 快瘋了 來你台南 你就很快 很快嗎 不是啦 因為我們那天拍了四十幾個鏡頭 就是一般如果攝影機不可能那天就拍完 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有效率 沒有效率 好 那導演 怪胎聽起來是個怪怪片名 可以講個愛情故事 你們幫我們大概介紹一下整個電影的 故事的內容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想要以它作為你第一部的劇情長片 我覺得 我先講那個第一部這個事情 因為我幫很多不同的導演 當過代理孕母的狀態 然後就是我協助他們做他們人生的第一部長片 那這個過程中我當然會學習到很多 可是保母畢竟就是保母 現在要催生一個自己的孩子狀況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坦白說 這是我參與那麼多電影我第一次參加的記者會 所以如果講得不是很好 多多包含這樣子 然後關於 怪胎這部片它是在描述兩個有強迫症的人相遇 然後戀愛的過程 它的主題關於承諾 就是我們常常會給予對方一些承諾 可是這些承諾如果換到你自己身上 你是否可以允諾呢 這個是怪胎的主題 那它其實調性會偏寫實 可是在一些部分又有一些魔幻感 強迫症本身是一個魔幻的事情我覺得 一個不知名的力量促使你一直做一些 你必須做你才會覺得舒服的事情 那我們把這個強迫症套用在愛情片上面 希望愛情的某一個母題可以放大 那我覺得這部片的結局會有點像是一把手術刀 就是說它會劃開愛情某一些殘酷的面向 所以在片子的前面其實它還是偏青春 偏詭諧 可是到中後段 有我們想要闡述愛情的主題 可能帶有一點驚悚的意味 對 謝謝 我只能說因為導演太會說故事了 就像他可能第一次參與這樣的 他就可以講那麼好 因為他真的很會說故事 就是他把感覺 如果用看大綱的話反而會覺得好複雜 可是如果從他嘴巴講出來會覺得很特別 然後很吸引我 就是他等於就是把一個典型的愛情故事 用非典型的手法跟說故事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講得太好了 對 然後看完之後會有 就是聽他講的故事 你反而會覺得原來他是在說這個 但他說的這個就是他剛說的承諾 只是這個承諾有沒有可能 就是他是在每一段愛情都會遇到的問題 他就是一個無解題 那你要怎麼去看待 就是交給觀眾自己去想像 好 謝謝欣盈 在可能兩年前就聽過 迷你導演說這個故事 那當初的故事 跟這個沒有完全一模一樣 可是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迷你導演真的很會講故事 然後又聽到要用iPhone拍 就覺得是一個非常 可能會有很特別的拍攝的感受 那因為在要弄咖啡館的時候 有跟要迷你導演合作 感受到他的細心 然後對每一個細節的 講迫症 沒有 但是我是非常喜歡 跟這樣子的人一起工作 所以在工作上每一個細節 你都可以感受到那個導演的投入 那這個故事其實 他其實在說兩個 可能是三個 可能更多 怪怪的人 其實我覺得怪怪的這個詞 在我們討論劇本的時候 是最常出現的三個字 其實 電影裡面雖然用了強迫症這個主題 但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自己很私密 可是卻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就是在 愛情裡面我覺得最特別的吧 兩個有 有類似的 強迫症的人 會不會 是 是有 更 適合在一起 還是更 不適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電影裡面 探討很有趣的部分 謝謝柏鴻 一路陪 其實跟導演合作過 覺得 就很難合的 你結婚了好不好 他也結婚了 你們都想來 攝影機拍過 VR拍過 iPhone或什麼 一定要來拍的啊 好 謝謝